這部分你會發現剛剛錄下來的話錄一堆東西 不過實際上 其實也是只要兩行就可以搞定了 你看錄下來之後 有這些東西 其實所以你將來當然 如果 也是可以walk也可以跑 可是就是說 感覺上應該用兩行 會比上面這一堆來的簡單多了 所以將來這個你也可以把它當成是 就是 放本了我覺得有的時候我中學會 很多同學會問說老師學 BBA跟你學很久了但是我不確定我到底會學會了沒有 因為常常會問 到底就是說 好像 武俠小說裡面那個師父我到底 可不可以下山了 我練了很久了 就像那個 那個什麼張三豐 張無忌問張三豐一樣的道理 那張三豐就問 張無忌說 那我之前教你的招式你都還記得嗎 他說我記得啊 我非常的熟 然後他就說你還不能下山 你繼續練吧 然後有一陣子之後他就 那我可以下山 那你招式都記得嗎 他說我全部忘記了 好這時候你可以下山了 果然他就變武林高手 懂那個意思吧 不過這太玄了 這是小說情節 主要是說 如果你就是 把這些東西 套用我的東西 那你還是只能看我的東西 才能夠做出來 最重要是 你有沒有你自己的東西 才是比較重要的 如果你懂得 把這些東西 跟你的工作就連結 而且可以 應用的很好 那當然我恭喜你 應該是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不行 那你當然就是 還是需要 再花時間 這些東西都是很 很實物的東西 你就是 一定要去做 我才有辦法 驗證說你到底 學會了沒有 那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你剛開始 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你就是要 拿我的招 所以你 或者是說你可能 網路上 書裡面 反正只要有的 你就是要 把它當成資源 就是說那些 這種東西 也許你會忘記 沒關係 像我的習慣是放雲端 像我剛剛 這一段 也許我之前 有做過 但是我可能忘記了 那沒關係 因為我之前 上課還有教 我就去 找我那個雲端 裡面有的 我就把它拿來 我馬上就會 因為其實在那個 另外 我們後面 講到工作表 排序裡面 問題07裡面 其實也有 問題07裡面 也有排序 那排序裡面 就是這邊 其實我就可以 把這個拿來 有的時候後面 參數 有時候忘記怎麼下 怎麼辦 沒關係這邊有 Ctrl C C C 這邊有 就OK了 如果不知道還有一個方法 Sort上面按F1 它會出現說明 之前我是怎麼做 我看說明裡面就有告訴我怎麼 參數 我只要照著它要的 我把它給 給它就好了 比如說它需要幾個 Key Key 1 Key 1什麼 就是你要以哪一欄 當成 排序的基準 通常是那一欄的第一個儲存格 Range C 1 Order 後面的話 就是你要排序 如果1是地增 2是地間 Header是什麼呢 Header指的就是說呢 你這邊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標 有沒有那個 就是你的 那個 欄位的名稱 Header 欄位名稱 如果沒有就是XL 那如果有的話呢 那就是YES 有沒有 XLYES 我剛剛打錯一個字 YES OrNO OK 那這邊的話呢 我就是把這個部分 把它轉移到 我們剛剛貼上之後排序 奇怪 我剛剛 打錯一個字 它好像也OK 我覺得VBA容錯的 彈性還蠻大的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針對 它就會貼上之後呢 它就自動幫我把 小 咪跟小章 排序完了 自動幫我 上面是小咪 下面是小章 自動幫我分開來 OK 只要加在哪裡呢 只要加在那個貼上之後 所以我這邊 多一個排序 所以也許你在這邊貼上之後 自己再加上一個 排序的一個註解 比如說我這邊的話 就把 排序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要針對 只要是你資料裡面要排序的話 很簡單 就是 這兩行 寄下來 排序功能就有了 但如果你不知道啦 像書上是教你 去錄製劇集也有啦 只是錄下來東西要改蠻多地方 這個會比較簡單一些 好 那再來的話 還有兩個地方 可能要做那個 房呆 這個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 我是有把那個 如何排序這個 也把它放上來 所以如果 各位要參考的話 請你到我的那個雲端上面 去看如何排序 剛剛那個是 查詢 那是關鍵字 那另外就是說呢 還有兩個房呆 房呆一 是如果那個 名稱已經存在 那就刪除 刪除部分的話呢 我們是學會了兩 S 就是 schitz 特別重要 schitz.com 就是總共有幾個工作表 這個以後都會常常出現的 也就是說呢 我們藉由範例 順便 學習什麼 工作表 工作表物件 的使用方法 工作表物件裡面呢 其實你物件裡面要學什麼 兩個東西 他的屬性 跟他的方法 OK如果你把他的屬性跟方法都了解了 那這個物件你大概已經掌握的差不多了 OK不用死背啦 像這些東西我怎麼知道 簡單嘛就是 你序詞有沒有 你只要在序詞上面按F1 他也會告訴你 比如說序詞哪裡有序詞 這邊也沒有序詞對不對 那序詞你就按F1 他會跳出說明 說明裡面呢 如果沒有出現 理論上是會連結到那個序詞 如果沒有的話另外還可以 你乾脆把這個序詞 C 貼到上面不是有搜尋 應該正常是他會自己跳那個序詞物件 好 這邊有個序詞物件也是OK啦 搜尋或者是按F1都可以 那裡面的話呢 他就會出現什麼 出現就是說他的 物件成員 以後你要看的話你就看 那其實物件成員 就是這個物件裡面 他不外乎就兩個 屬性跟方法 點擊進去 上面是方法 下面是屬性 所以如果人家問你說 序詞物件到底能做什麼事情 可能可以改變什麼東西 全部的答案 都在這裡 不會有多出來的 因為這個就有點像是 這台機器 使用說明 就只有這些 就像你買一台冷氣 它有沒有暖氣 固定的嘛 不可能說你買一個冷氣 專門冷氣 它裡面突然變出暖氣出來 不會嘛 那裡面的它會 冷氣機來 它會給你一個說明書啦 那什麼叫屬性 屬性它的外觀 白色的 就固定是白色的 除非你給它換個殼吧 不然的話它一定叫白色的 寬跟高跟長 長寬高這些都是外觀 還有它的冷氣的強度 都是屬性 OK應該可以懂那個意思吧 所以其實 什麼叫物件 其實有點像抽 抽象化 的一個零件嘛 其實這個跟我們 就是把實體的東西變成抽象的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裡面的話你只要了解什麼 哪些方法 哪些屬性 方法的話 不外乎就是什麼 Add 新增工作表 Copy Copy工作表 Delete Delete工作表 不外乎這些嘛 移動工作表 對不對 移動位置 列印 你有沒有 就把它print出去嘛 Print Preview 有沒有 Aslate 這個固定的 比較少用是這個啦 這個我有試過 就比如說你這個工作表的某個範圍 你要複製到另外的工作表的某個範圍裡面去 有沒有 這一招也不錯 還蠻好用的 但是好像比較少用啦 這個 還有 另一招也什麼 屬性 抗疹 對不對 等等的啦 這些東西 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點它一下 裡面 裡面它有一些說說明 它會跟你講說 會傳回 代表集合中 物件的 弄值 不過看我好像看不懂 不過至少它 它告訴你一個訊息 就是總共有幾個的意思 弄值一個整數 長整數 OK 好 大概是這樣啦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很簡單 不外乎按F1 不外乎就是什麼 按F1如果沒有啦 沒關係你把這個物件名針 貼到這上面來OK 或者其實你可以從這邊 那個物件 的那個什麼 在 應該可以在 開發人員參考裡面 裡面有物件模型參考 第一個 那這往下找 這裡面的話呢 就是所有 VBA裡面會用到的物件 它會按照英文字母 這種排序 所以如果你往下找 應該會看到一個叫 序詞物件 有沒有序詞 SH H開頭的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序詞物件 從這邊也可以找到 OK 這個 Shop 物件 這個Shop 物件是 放圖的啦 Shop 物件 一般是 有加S OK大概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如果將來你要徹底了解 序詞的話 那可以從這邊做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防貸部分 最後有兩個 一個是 一定要填資料 因為有可能什麼 他剛好查詢了 結果他完全沒填 那一定會錯誤 所以怎麼辦呢 防貸一 在這個防貸一的下面 請你再加防貸二 這個防貸二是做什麼 就是說呢 如果使用者 如果要填資料 類似像這樣 比如說他 應該要填 結果沒填資料 然後就讓 讓你要往下跑的話 這個地方按下去 沒資料的 或者取消